小朋友就死三個月了 你現在後面才要檢討 為什麼一定要到後來 殯葬業者看不下去以後 然後一爆 然後一人再去查的 發現說這事情看他就 就無疾而終了 不是 我覺得最荒唐 這居然是最後是殯葬 最後一關要火化了 殯葬業者看不下去 甚至先來傳一個消息是 火化的錢是殯葬業者出的 你今天身為俄福聯盟董長 對不起 林志佳秘書長 我今天也不是針對你 可是 我就針對 這也是因為大家 我大事 大家才發現 你俄福聯盟 你坐勇的金山銀站 你居然 你身上的錢 居然有五十幾 這麼多 還有你居然花了三點 你去買這個辦公室 你有這麼多的錢 你每年的利息收入就有一億 那你應該 你是有錢的 你是有資源的 你應該好好照顧 絕對都沒有 還有今天林志佳 有一個話我覺得非常可惡 是說 你要這個社工人員 勇敢的去面對 好像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件事情是 大家相信你俄福聯盟 所以把這個小孩交給你 結果 結果你林志佳 好像跟你一點關係沒有 還有你旁邊那個人 你說我們是夥伴 還是怎麼樣 結果這個社工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有幫他請律師嗎 你有派人照顧他嗎 你完全一推二五六 你都在保護自己 寶貝哥這件事情 我覺得才剛開始燒喔 後面可能還要燒更大 這個全台灣的每一個家長 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已經扯到比我 所有採訪過新聞來講 我覺得這是最扯的一件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小朋友12月24號就過世了 我再講一次 今天已經是3月13號 12月24號故事 為什麼我們能夠隔了兩三個月才開始討論 所有單位全部檢討 都沒有處理 寶貝哥你想這個小朋友 因為他的父母親沒有辦法養育他 那因為要出養從新北 然後轉街道到台北市的保姆 有兒父聯盟 有台北市社會局 有新北市社會局 三個單位在幹嘛 然後呢 因為議員要去對新北市議員 對新北市社會局 台北市議員對台北市社會局 我都看到有人提出批評 我覺得都該檢討了 你小朋友出這個事情 他是要去接受以後新的家庭 中間過度請保姆來看顧他 保姆看顧他的這個過程 你知道嗎這兩天還有他的房客 說晚上半夜11點 聽到小朋友一直哭一直哭 那個影片我去看了 看完以後吃不下飯 那小朋友哭成那樣 有些時候想保姆看 如果你看到隔壁有人在哭 那個紅毛你忘了 那個爸爸在打小孩子 誰會去都被按電影 等一下被他拿鋁棍打 通常是不管 沒想到小朋友死了 那個房客現在很自責 然後他裡面他的那個堪庸 要不是他那個費用 照顧他以前那個爸爸 離開了以後才講說 其實他都打小孩誰知道 那你要知道 台北市社會局第一次去9月以後 10月11月12月都沒去 兒福聯盟9月10月11月有去 12月他說家裡有人確診 我另外一個小孩 我才想問你兒福聯盟 所照顧的小孩 我三個小孩都有被帮 我帶過都帶兩年 因為我每天跟我太太下了班以後 我們回到家 會把小孩帶回來 可是他這個case 沒有帶他24小時 給你3萬塊 你是怎麼對他的 剛剛雨萱都講了 我不贅述了 兒福聯盟有接受補助 社公司有領薪水 我現在不針對哪一個人 可是你每個環境都出問題了嘛 那立委跟議員 立委沒有辦法直接督導市政府 那立委督導我們衛福部啊 剛剛你知道嗎 陳昭思想說 那他要問他是立委嘛 他問我們衛福部有一個 社會家庭署 這個社家庶 署喔 他說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小朋友 小朋友是4號 所以我們這顯然 好不好 顯然這個社會安全網 根本就是破的 小朋友被虐死 檢調是開始查的 可是查了3個月 根本沒有問社公 昨天社公才上課 大家在那邊討論 有不要上課 那不是重點嘛 社公為什麼昨天才帶去 那你12月4號以後 好你說來選總統 1月13號 那請問1月14號 15號16號 那就開始查了 對不對 為什麼一定要到後來 殯葬業者看不下去以後 然後一爆 然後議員再去查 發現說 這事情看他就 就無疾而終了 不是我覺得這個荒唐 這居然是最後是 最後一關要火化了 殯葬業者看不下去 甚至先來傳一個消息是 火化的錢是 殯葬業者出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在幹嘛了啦 你看一下這個兒福聯盟 昨天林志佳秘書長 他以前在立法院 他之前也是立委 他出來 當然他是說這件事情 很遺憾要道歉 可是幾件事 第一個 兒福聯盟 你現場講說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這句話是 家屬是社會民眾對你講的 第二個 你講完之後呢 記者問你問題 都已經是 所以我就講嘛 保佳哥 你今天身為兒福聯盟董長 對不起 林志佳秘書長 我今天也不是針對你 我就針對他 你張董事長 這事情12月24號的 你總要跟大家回答嘛 除了道歉之外呢 他還先離開記者會的會場 然後呢 記者還問細節 他說要問執行長 你還是不知道 你也是昨天才知道啊 不是我覺得最可惡的是說 他還說 鼓勵這個社工勇敢去面對 社工勇敢面對 你不用面對嗎 你今天整個是你兒福單位的 是兒福聯盟的事情 如果到了昨天 你看開記者是昨天嘛 是已經3月12號了 12月24號發生的事情 然後檢調也怪了好不好 這個事情真的是怪到 怪到翻過去了嘛 我才講說最扯的就是這一件 因為所有事情 如果今天是發生 上禮拜的事 我們現在在討論 到底是新北市的責任 兒福聯盟的責任 台北市的責任 還是這個誰的責任 對不對 那還 那還在理性 可是都已經過了兩三個月了 怎麼 如果不是因為 這事情都被翻出來 那他會怎麼結果 我不知道耶 檢調也差了三個月了 兒福聯盟昨天才去收 保姆也沒事 社工也沒事 兒福聯盟也沒事 大家都沒事 所以現在出事了以後 每一個單位都在講 我看到也有台北市議員 在罵蔣萬安的 國民黨籍的 中佩軍 他說你這個東西 是愧對市民 對你的那個 他沒有在管 這個已經不是政治問題了 這個我們要把這個 都動補起來 而郭聯盟昨天把那個 好吧 你看他把他的那個網頁 換成黑色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痛苦 我問一句 你這個黑色的封面 你應該什麼時候換 12月25換吧 對 你昨天才換 你在幹嘛 小朋友12月4號就死掉了 然後台北市是有通報機制的 這事情真的 我到現在為止 我說後續還會有 好 那我剛剛講社家署 他說沒問題 我們現在趕快來進行檢討 過三個月才要檢討 什麼時候 今天三月十三對不對 後天 三月十五要開一個檢討會 找台北市社會局 新北市社會局 小朋友死三個月了 你現在後天才要檢討 如果沒有這個新聞的話 就沒有檢討會啊 只要發生事情 我就開會檢討 開會檢討 就沒事了 所以這個事情真的太扯了 因為小朋友沒有家長照顧 所以我們才有社工單位 我們才有社福單位 我們就是要去把這一些 社會的漏洞補起來 他爸爸媽媽沒有辦法照顧他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他不是因為要出養養轉介 送到了這個保姆家 人生走上鏡頭 說不定他還好好的 所以我們的社福機構 是為了要保護那一些弱勢的人 結果反而現在這個制度 而且大家冷漠 而且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俄福聯盟 跟中央的社家署 四個單位加檢討 根本莫名其妙 過了三個月以後 那我們不是說你當個評論 你就只會罵而已 而是說你應該倒回來看 事情發生以後是要檢討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說 這事情發生以後沒有檢討 沒有處理 沒有積極申辦 是這兩天新聞爆發了以後 才開始全部重來 那我就問 那過去三個月 到底在幹嘛 另外一個是 今天讓台灣人民非常憤怒是 居然一個歲的小孩被虐殺 虐殺我當然覺得有兩個東西 非常誇張是 第一個 兒福聯盟 兒福聯盟你在轉介的時候 你到底有沒有盡到你的責任 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傳出來消息是 這件事情其實在去年底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台北市政府知道 新北市政府知道 其實我跟你講 中央也應該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裝沒事 後來什麼 後來是有民意代表開記者會 然後有殯葬業者說看不下去了 因為這個小孩已經火化了 這兩天火化 看不下去的狀況下 殯葬業者旁邊寫出來 大家才知道 這麼令人髮指的事情 人神公分的事情 竟然從上到下 大家都在隱瞞 保安哥我坦白講 因為這件事情 各位根本不是新聞 因為他是在去年12月 就應該要大幅度揭露的事情 為什麼來 理由很簡單 第一 今天你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請問急診室看到這種幼童 竟然被淋漓致死 他會做什麼動作 報警 通報警方 所以檢方在去年12月的時候 就得到這相關訊息 按照正常的邏輯 是不是立刻要把人抓過來 把人約談 而且再來第二件事情 警方有沒有把這件事情 攻出於事 沒有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我們到現在3月 各位 現在還在給我辦案 到最近你還莫名其妙 去壓那個女色公 就連這個兇手的妹妹也是在2月份的時候才去動她的 是從中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不是叫壓案 這是不是叫吃案 不是你跟他講 這個小孩子一看 等於說你今天在任何任何的檢驗 你的手指甲都被拔掉了 你全身都是傷痕 任何一個明眼一看 他一定受到極度的虐待 才會有這麼可怕的一個傷害 這麼大的傷害 不是講說我們國家有一個社會福利體制嗎 不是有一個兒童的保護體制嗎 不是有一個什麼的 結果全部都沒有 社會安全網2.0就去到哪裡了 這是第一個大問題嘛 醫院我相信絕對有通報 但是警察機關為什麼態度如此的溫吞 甚至有壓案 有吃案的嫌疑 好 我們警察先放著 第二件事情 這個叫誰 兒府聯盟 對 兒府聯盟 他也會馬上知道訊息 你可以知道為什麼嗎 社工是不是他們的人 是他的人 保護也是你的人 所以他們有透緒有處置嘛 說保護我們了解之後有介入嘛 台北市政府也有介入嘛 馬上去什麼停止他的保護 讓他再去停止收音 然後呢 去要求去約談這個人 然後如何去介入 好那我就問喔 不管是你的警察 檢調 以及你的兒府聯盟 都有記錄證明 你在12月底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 那為什麼都沒有公開 為什麼都沒有說明 所以理由很簡單嘛 就是想要把這件事情掩蓋嘛 而且這件事情是一路到了3月份 也就是我們現在是殯葬業者 各位 那個是已經招完魂 要火化了 然後看到這個遺體 因為殯葬業者他們要錄鏈 錄鏈之前都要把這個遺體 大體做一個整理 看不下去了 所以是殯葬業者看不下去 對嘛 想把這個消息丟出來嘛 而且丟出來之後 還有一些在任何的一些議員 包括陳彬甫等人 然後跑出來把這件事情踢爆 一連串載了串的 才把這件燒起來 然後才突然跑出來說什麼 有費用什麼忍受很久了 看不下去 才不是這樣 那我就問 那主管機關以及相關單位 特別是你兒福聯盟在幹嘛 不是 我就不懂 那個等於說這個移工 他已經把這個所有的 凝虐的畫面 為了自保 都已經拍了 拍了都已經告訴你了 你光看小孩的身體 你就知道他被凝虐了 這個移工也都拍了照片 而且他都已經 等於說把這個照片都拿出來了 就這件事情剛才講到 其實從12月到現在 大家都沒有在管他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沒有爆摔 這個保姆可能就沒事了 船過水無痕了 保安哥說我現在依賴爬梳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叫做12月 後半段 不幸事件已經發生 悲劇已經發生之後 這些人莫名其妙的處理太多 但我們講先前 其實這件事情最離譜是在先前 為什麼 因為他是9月的時候 從移轉到這個 沒有人性的保姆這邊 但是在當中各位 我跟你看到那個照片 我看到我看不下去 為什麼 一開始這個小孩子過去是什麼 白白胖胖 健健康康 可可愛愛的 結果你看喔 第一個月 馬上頭部就出現 大幅度的瘀青 還被攻擊 這個嚴重的打擊到了嘛 然後這些消息 這些畫面 有沒有傳到社工那邊 有沒有傳到相關 要求有關心的 尤其他祖母那邊都有 好來 再來到去年 所以這麼大的瘀青 完全沒管 對 再來到了第十月 就是所謂的兩個月之後 笑容都沒了 頭髮都被剃掉了 整個臉 各位啊 臉型銷售成這樣 你說你看不出來嗎 然後再來 身往前一個月 你自己看看 整個人都已經不成人情 眼神呆滯了 各位 這些照片就是我們講的 原本這些社工 應該要釋放的照片 結果好 到底社工有沒有釋放 不知道 你知道兒福聯盟 怎麼去解讀的嗎 保姆他跟你講 他說沒有啊 我們又沒有把他衣服脫光 我哪知道他到底 這個有沒有什麼大問題 保姆哥 我就問各位觀眾朋友 你看到這個照片 你覺得這小朋友沒問題嗎 你到底在跟我講什麼 好 這件事情我們確定了 再來 你仔細看他釋放日期 從九月二十五號 到十一月二十號 到十二月二十四號 不幸的餘命 而這個所謂的日期當中 就是你各位上面看到的 這個小朋友照片的過程當中 那我反過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社福人員 真的有去釋放的話 會看不出來這個狀況嗎 根本不可能 我跟各位講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 他根本連去都沒有去 這個社福人員 完全沒有去到現場 這個社福人員完全沒有去到現場 他只有一個做法嘛 暗量太多了嘛 那他該怎麼辦 保姆把照片寄給他 把照片拍給他 然後跟他講 啊沒有啦 這個小朋友 這個淤青是因為這樣 然後這個牙齒沒有了 是因為這樣 然後讓他去轉交給這個 所謂的祖母嘛 他整個過程是這樣嘛 好過 我覺得中間很不合理的是 牙齒掉了四顆 牙齒掉了四顆 他說他是磨牙磨到四顆 我也有磨牙 對 你告訴我說 你會磨牙磨到了 四顆掉下來 你這磨的到底有多厲害啊 我跟各位報告啦 現在都有醫生跳出來了 證明一件事情 不要相信 這種沒有科學根據的傳聞 磨牙不可能把牙齒磨掉的 這第一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家屬的對話紀錄已經清清楚楚有聊到 他說 真的嗎 磨牙四顆 你確定嗎 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顧這個小朋友 保律哥你知道代表什麼事情嗎 家屬也不買單這件事情嗎 結果我們看到 我們的兒福聯盟出來 保律跟大家講說什麼 說哎呀 我們未來會加強啦 這個 這個 請 這個我們講 社工 好好的來勇敢面對 請去承擔你的社會責任 完全一推三不管 然後包括你看 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兒福聯盟資源發展出的經理 說哎呀沒有啦 我們看的時候指甲都沒有問題啊 也沒有骨折現象啊 都很健康啊 然後這個林志佳說 哎呀這個發生這種不幸事情 我們也遺憾啊 結果 各位就自己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道歉記者會對不對 你看到現在這個樣子 好像他也嚴肅對不對 你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保健哥 從頭到尾 兒福聯盟 包括道歉都很像什麼 老闆 因為林志佳以前是立法院秘書長 對啊 一副長官的樣子 然後他以前是立法院秘書長 立法院秘書長嘛對不對 你去問蘇佳卷 你去問那些人都認識他嘛 熟得很嘛 而且講白了 記者會還到一半之後 自己跑開 他們這個態度是什麼 很簡單 第一根本沒有把這個小孩子的性命 當性命 第二從頭到尾 他們就只想把這個責任推給社工嘛 沒有要去承擔這個責任嘛 但我們坦白講 你說這個這兩個人 在0月這個小孩子 到現在為止 包括這兩個姐妹對不對 陸陸續續 他的房客 也有相關的影片 他的身邊的人 也有相關的證據 甚至現在最細思極恐的是 即便他的妹妹在二月被羈押 而這個社工 到了三月份 現在還被羈押 剪掉做這場大秀 但有網友找出來一件關鍵事情 照片的角度很奇怪 因為這個照片 他是不是我們剛才看了這麼多 四訪的照片都在寶玉哥 他們說那個高度 他們有去對比 因為網友很用心 說第一 這個林涅的保姆 他的身高大概170 因為有名人跟他站在一起過 再第二 但是他們去到現場 這個照片怎麼拍 角度都不可能是170拍出來的 恐怕身高要到180 再來我們講到相關的 有去接觸到這個保姆的 就是我們的媒體人一樣 朱凱翔講到什麼事情 他說現場房間很多 搞不好還有其他人 他說還有看到一個年輕男子 在那邊進進出出 還有網友連他兒子的漏收出來 為什麼各位 我要講這件事情 因為有相關的親友出來爆料 說這不對啊 小朋友被那樣綁 那個綁法太過專業了 我在他家 還看到海軍陸戰隊的旗幟 在招吻那天 我細思極恐 所以各位 我大然假設 請問如此淋虐的致死 甚至是這個照片拍攝角度 除了這兩個姐妹之外 會不會還有第三個人 會不會害到他的親友 會不會還有其他人去涉及 去處理這件事情嘛 所以我就講 你檢調相關的案件 通通都要查辦清楚 而不是一推三不管 只想要把所有事情 歸咎給社工 就沒有當事實 我沒有想到 俄福聯盟這麼糟糕 將他今天他把他的網頁 全部全黑 可是你現在弄全黑 什麼意思 小孩12月就過世了 你如果真的覺得 這麼疼惜這個小孩子 你在12月就應該弄黑 那你要不就醫院 現在事情鬧大了 你講用黑幹嘛 弄了一個黑幕 黑幕你這樣跑掉嗎 而且大家去查 俄福聯盟 你光利息 我現在嚇到 他光是利息 一年就有一億元 一億元 你就可以做多少事情 而且我們最近講了 你跟其他社福單位來講 人家是近來100塊 至少出去90塊 你是近來100塊 出去不到50塊 你坐勇金山銀山 你什麼都不做 是 保鞋哥 我跟你說 這個俄福聯盟 有錢到什麼地步 現在公告出他的一個資產 市值高達45億 45億裡面有27億是現金 或是約當現金 投資相關其他高達12億 然後你知道嗎 他有投資12億 是 然後你知道嗎 他非常扯的一件事情是 他公告 他的那個人事費用啊 大概1.9億 然後昨天我看新聞 他說他們有480人 我這段換算下來 一個社工人員 這種除以12個月 他薪水不到3萬3 薪水不到3萬3 你有幾十億的資產 你一年花的錢 你光那個進來的錢 有六七億的一個人家捐款 結果你花不到2億 頂多花3億 然後你讓你的社工 竟然只有3萬多的薪水 他要負責的案件 竟然高達70案件 所以為什麼剛剛雨宣說的 要有一個重點 他懷疑社工根本 從頭到尾沒有去看 因為現在相關通聯出來了 爛就通聯出來 你知道那個社工的一個對話內容 你看了你都會覺得 天哪你到底是社工 還是事實上那個對話 是保姆貼給你 你直接貼給家屬 直接貼給家屬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 你知道嗎 不是講到磨牙這件事情嗎 社工推給家屬竟然說 這個牙醫生提到這個磨牙磨得如此厲害 可能是他之前曾經受到什麼刺激 或不平等的對待 才讓他有這樣的反應 你知道他這句話意思是什麼嗎 我沒有關係 那是你以前的 所以他在卸責 你看他現在整個所有對話的內容 你會發現從頭到尾 再幫這個保姆卸貼 但你就覺得不對勁啊 為什麼這個社工沒有事要去做這件事 所以才會去提到說 可能從頭到尾 社工根本沒有去看 不然你不可能 裡面還有寫 這個牙磨牙現在表情看起來 很無辜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跟他這樣講 我覺得你沒有去看你的罪 搞不好還小一點 如果你去現場看 看了這個小孩子這個樣子 你還站在保姆那邊 我覺得那就罪大惡極了 是 你要知道 他是被他從家人的身邊 帶離開出養的 因為他父母親不在身邊 所以換句話說 為什麼是黑幕 我認為他弄黑的很對 為什麼 因為整件事情根本就是黑影嘛 沒有人知道這小孩子怎麼死的 沒有人知道這小孩子 四千 三個月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他是無依無靠 所有人都在欺負他 無依無靠 即便他都已經死了 還不讓他怎麼死的真相大白 然後讓我覺得 最扯的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有一個訊息 說他甚至火化的錢 是葬儀色自己出的 這假的 因為從頭到尾 這個死掉之後 這兒福就沒有繼續 Follow後面的訊息 所以其實這才是 就當沒這回事了 就當沒有這回事 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知道 你從他把家人身邊 帶到你這邊來 某一種程度上 你等同是扮演的監護人角色 你如果是監護人角色 你的一個監護的小孩死掉了 你怎麼 而且就這樣靜悄悄 過了三年 你應該是第一個 跳出來告訴警察說 他謀殺了這個小孩 但你沒有 所以你是共犯 他這兩天 台灣也在討論這個虐童的事件 而且居然是12月壓到現在 而且更誇張是 這個兒福聯盟有進來 兒福聯盟有轉介 可是為什麼會出了這個事 而且我越看兒福聯盟 問題越多 對 我們現在還講說 這個凱凱真的是非常無辜 原本他在一個 這個對他還不錯的保姆 那保姆也願意來收養他 可是呢 兒福聯盟說 NO 我們現在沒有新的政策 我們現在不要你了 所以把你轉介給這個 留性保姆 然後最後就是命上 不是 他說要我兒福聯盟認證的 我們這一考驗 就你認證一個殺人兇手 對 然後呢 把他轉介過去 但這個人有多可惡 他在過去來講 他曾經在臉書上面說 憤怒 支持殺害兒童者 唯一死刑 那他就應該唯一死刑啦 對 我們現在就告訴你 那你求人得人 反正你現在就是這樣子嘛 你真是太可惡了 然後最後12月走了之後呢 是因為真的太慘了 是葬儀社的人 看到說小朋友連手指都 連指甲都有點問題的時候 才忍不住出來講 然後大家才知道 葬儀社看不過去 對 真的 你想想看這真的很過分 好 今天最離奇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所以如果葬儀社不講 這件事情就翻頁了 對 如果葬儀社不講這件事情 就沒有人知道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 檢調去搜索兒福聯盟 兒福聯盟 檢調被搜索有一組記者去 然後呢 下午的時候 兒福聯盟又說要 要開記者會又有另外一組記者去 結果兩組記者 竟然就遇在一起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兒福聯盟他只在乎自己的臉面 檢調還在搜索 他就趕快開記者會 這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一邊檢調在搜索 我一邊開記者會 然後告訴大家 兒福聯盟沒問題 你還想用大善人的面貌在這個社會出現嗎 對 而且你這個查不查不知道 查了嚇一跳 第一個 原來他擁有45億的資產 而且他居然在內湖買一棟樓 你是個兒福樓 你這個公益團體 就要砸了3.7億來買整層樓 然後呢 我們再算 今天 慧珍不是在講那個公益信徒 你到底花多少錢嗎 你再查 他那個花錢 是很多福利單位裡面最少的 對 現在來講的話 這件事情我們來講清楚 他是2019年 有一天他突然告訴大家說 兒福聯盟要買辦公室 其實一開始大家也覺得不錯 因為他長安登陸辦公室確實比較小 我看到嚇一跳 他要支出多少 很多對財經不支 3.7億 對 很多 大家看一下 導播看一下這個 如果你對財經不熟 這個0你要數幾次 這個就是3.7億 大家想說你買個辦公室 你要買3.7億 是什麼辦公室 在內湖精華地段的一個商辦 一整層的 他要買到700多瓶 大家不知道你為什麼要買到700多瓶 你到底要幹嘛 然後呢 買在內湖這個精華地段 好 重點來了 重點大家再去看你 2019年的支出比 不到50% 代表什麼意思 等一下 我捐錢給你 你跟人家磨了100塊 你付出去不到50塊 對 我捐100 你花不到50 然後呢 你拿去買樓 你到底在幹什麼呢 然後呢 這件事情發生了之後 大家回去算作說 哇 他們長期以來 他們的支出比 都比其他的這些 低很多 對 低很多 然後呢 他們這些人 到底在幹什麼呢 其實他們一直在累積資產 然後呢 到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資產是多少 大概是46億 所以呢 很多人就想說 我們到底捐錢給你 他有46億的資產 對 你一直基攢你的財富 但是呢 你有沒有把小朋友顧好 你完全沒有把小朋友顧好 然後出事之後呢 你到底是做福利還是賺錢 對 你用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然後你說的任何話 我們都覺得你就是在忽悠 現在這個兒童刺死的這個事件 越鬧越大 其實這畫面太誇張了 連兒福聯盟的社工被帶走 而且社工被帶走 看到沒有 是上扣 這個畫面其實我們早上的時候 去搜索的時候 就覺得狀況不太對 一般來講的話 你去這種機構NGO的話 你大概東西扣一扣 你就拿走了 但是沒有 他除了扣東西之後 把這一個這個誠信社工給帶走 而且他不是帶到 對 而且他不是 他那時候帶去地 不是直接帶去地檢署 他先帶去警察局 帶去警察局的時候 還沒有上扣 出來的時候上扣 表示什麼意思 公了 表示說他一定在這個 文山二分局的偵訊裡面 把東西給交代出來了 因為現在家屬跟他之前的保姆 就一直在抗議一件事情說 如果你是一個合法的社工 如果你是有專業知識的社工 怎麼可能好好的一個小朋友 三個月 頭髮掉 指甲不見 你看到 你不覺得奇怪嗎 因為是 兒福一直告訴大家說 你不能怪我們啊 我們去訪市的時候 只能拍拍照啊 怎麼可能脫光他的衣服看 他是指甲不見 指甲不見你需要衣服嗎 所以呢 現在來講的話 我覺得點叫正名的一件事情 他有沒有去看 他就算有 也不是每次都去看 所以呢 他現在來講的話 他已經變成被告了 因為只有被告 才會上銬 那至於他是什麼 我覺得他的低銷 應該是偽造文書 因為你現在來講 你NGO 你兒福聯盟 你拿的是政府的補助 一部分的補助 然後你轉介出去 所以呢 你現在來講 你製作的這一份 訪市紀錄 不是你機構內的問題而已喔 你是拿公費的 對 你這個是有公家補助的 所以現在有沒有偽造文書問題 這是他的基本消費 一定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 你有沒有去看 如果你沒有去看 你寫了這個報告 你就偽造文書 然後呢 你去看了以後 你等於說稀里呼嚕的 人家額頭已經受傷了 指甲已經受傷了 至少你腿可以掀開一點吧 也都受傷了 你居然看都沒看 寫報告說沒問題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他一定有偽造文書 那這個偽造文書可大可小 你真的就是一個社工 你就可以搞定這個事情嗎 我上面沒有頂頭上司嗎 我上面沒有專業的 supervisor來看我的這個檢查報 我的探視報告嗎 如果有的話 大家一起進去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早上 到俄福聯盟去搜索 搜索到下午 當俄福聯盟都站出來 開記者會的時候 搜索還沒結束 這代表說這一次 北檢是完真的 他是一副這樣噶進去的 好 那這個是 而且 你以前的同事 他們也看過這家 對 他說裡面 你如果正常人都知道說 裡面很髒亂 對 裡面非常的不適合小孩子去住 我說一般人都這樣子 難道社工不知道嗎 對 社工應該站在比較高的一個角度 因為你要照顧的是 比較小的一個朋友 而且是家庭背景 需要支援的一個朋友 如果說正常的 像主播他們去看 他們去看就知道說 哇 這個不行 髒亂 黑暗 而且有問題 對 髒亂 黑暗 而且他的空間 應該是不合格的空間 因為他們 主播他們講說 他的浴室非常的狹窄 其實大家有養過小孩 生過小孩 照顧小孩就知道了 這種Baby 你的浴室一定要大 為什麼 因為你幫他洗澡 你要一個盆子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的一個空間 甚至這個東西 你社工人都不知道嗎 現在來說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要轉嫁 為什麼要轉介給他 因為你之前有一個保姆 那個保姆之前對他不錯 可是俄浮聯盟講 對不起你不是我們合格的 這個合格的部分 我們要找我們合格的 結果你找一個合格的 是一個會殺人的保姆 這個對他很好的保姆 你跟他講 不合格 那以後我怎麼相信 你俄浮聯盟的認證呢 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俄浮聯盟 他可以指手折天 當這些有家庭 有狀況的小朋友出來之後 你就只能透過俄浮聯盟 來轉介 那這轉介之後 之前OK的 你不給他用 甚至他說 沒關係 我來給你認證 我來給你認證 我來爭取 他說不要了 我們政策改變了 我們現在不接受新的夥伴 你憑什麼去擋人家呢 你前面的保姆照樣講 我如果是一個 我是外行人 可是我都知道說 這個小孩子 要放在他最熟悉 最感覺安全感的地方 如果之前的保姆 就安然無恙的話 那照理講 就應該給前面的保姆 沒錯 而且小朋友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叫做連續性 之前照顧他的 就是這個保姆 這保姆後續 準備要做什麼動作呢 他準備要收養他 所以他的媽媽才去拋棄了 他的這個 這個扶養權 所以如果你為了 這個小朋友好的話 你法律程序再走 你另外一個地方 你就讓這保姆繼續 繼續照顧啊 然後最後收養了 就是他的孩子啊 印塞給這個保姆 印塞給這個保姆 才出現這樣的狀況 而且你再去查 兒福聯盟的財報來講 還有 他們去買房地產 我都不知道你是營利單位 對 還是福利單位 對 這個財報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中華財團法的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基金 文教基金會 你這樣劈哩啪啦上下 哇 這個現金約當現金 這個東西 大概多少錢 46億 你竟然有這麼大的一個資產 然後呢 買房子是什麼時候買的 2019年買 買房子拿多少錢去買 3.7億 3.7億 買內湖的一個商辦 買一整成750平 我們那時候就嚇到了 你說有這一個兒福聯盟 對 有錢到 一口氣出了3.7億 買一整成樓 對 你2019年 你拿那麼多錢去買 然後重點是 你的支出比低於50%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今天捐100塊給你兒福聯盟 我希望你去做好事 希望把我的善心拿去 真正有需要的人去 只有 但是他沒有 感覺上說 你這個基金會 你這個兒福聯盟 到底是在幹什麼呢 我看有人做整理是 你如果加福基金會 一年大概收50億 可是你知道 我收了50億 我93% 也就59 45 48億左右 我是等於說我要支出去 收50 45億以上我要支出去 世界展望文會 一年收40億 可是一樣 98我是出去的 伊甸基金會 收20億 93出去的 創世 10億 77 也有77 結果發現 裡面最少的 你看 陽光基金會 它支出的 116 我還搞不好貼錢 對 和福基金會 收8億 你只有48% 連50都不到 對 50都不到 你剩下的50放 哪放口袋啊 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捐錢給你 那我們這些人捐錢是為了什麼 是希望你代替我們 你可能有你的專業 用到可以用的地方 48% 48% 你一百塊 你竟然只用了48塊 然後呢 你最後告訴大家說 你需要一個很大的辦公的地方 不是吧 你需要的是說 你多一點社工 然後多一點這個比例 然後去照顧他們 結果沒有 他們是把錢 拿去買這個房地產 而且 然後他們的資金 他們的這個資產 越來越大 而且他的剩餘是越來越多 對 其實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就很奇怪 因為你做這種NGO 你不會讓自己的資產 膨脹都那麼大的 這個莫名其妙嘛 因為你不是賺錢的團體啊 人家是委託你去做善事的 對 人家是希望你左手到你的口袋 可是你不是放在你口袋 是你去做好事 幫我照顧那個 我沒有辦法照顧的人 兒福聯盟這種48%的蜘蛛比 你看像不像一個神獸 平胸 只進不出 全部都肥到這裡 然後他的資產 一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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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點多億 大到四十幾億 你不覺得這件事情 有什麼貓膩嗎 雨萱 你是台大社會系的 台大社會系 你剛剛講 你跟社工 也非常的一個熟悉 這件事情剛剛講的 兒福聯盟 作為一個福利單位 第一個 你所有的管制 可以這麼鬆散嗎 還有你今天負責的社工單位 居然被上了手銬 這中間一定有問題嗎 錢可以賺這麼多嗎 保齡哥我們各位報告 因為我們台大社工系 跟社會系 是在同一棟系館 所以我們每天朝夕相處 大概課都有共同修 我跟你講這個最大問題 我直接定掉了 絕對是在兒福聯盟 我跟你講各位 你要知道一個概念 台灣的社工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台灣社工最大問題 通常一個社工 你知道保齡哥 要照顧多少人嗎 多少人 八十個人 那你知道標準 原本是幾個人嗎 三十五個 那你知道照顧這種 嬰幼兒的標準是幾個嗎 十到十五個 所以我跟各位保證 兒福聯盟在使用人力上 他們有著四十五億的資產 有著這麼多的錢 每年兩億的善款 但沒有合理的分配到社工市場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個 我跟保證一件事情 如果我有這麼多的錢 照講我應該好好 聘請很多的人力 這個人力 才有辦法應付我的需求 當然嘛 我就問今天一個社工 只要雇十個小朋友 這個叫合理標準 他會雇不好嗎 當然雇得好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位社工好不好 他原本也是台大法律系的 他是說我為了要做社工系 我為了要輔導 我讓他去幫助這些小朋友 我才轉系去社工系 你說從法律系轉到社工系 沒有人會做這種事情 除非你有特別的執念 那我就問 這樣的一個台大社工出來的人 怎麼最後會變成一個 虐嬰案的幫兇 天啊 很奇怪嘛 我跟你講 制度系統性崩壞 我可以去當律師 我不當 我要當社工 然後最後我去協助人家虐嬰 我跟各位講 我覺得九成機率 他連視察都沒視察 保留哥你覺得為什麼 根本沒空 搞不好根本連看都沒有看 所以他跟保姆 你要看他那個對話紀錄 他的親友 各位就是我們右邊看到那邊 是有關心的 他有說不對啊 我小朋友額頭怎麼會去撞到 他說沒有啦 他最近去玩 玩的時候碰撞 我還很擔心 我跟保姆都很關心他 各位你不要擔心太多 他在講什麼 是在掩護犯罪嘛 所以掩護犯罪 所以只有兩種可能性嘛 一你知道真實的狀況 但你跟著這個保姆一起說 二因為你人太忙了 連去都沒有去 所以保姆跟你講什麼 你就配合他演出 照單學生 跟這個家屬去講嘛 再來他講到什麼 他說這個小朋友牙齒的撞掉 不對了吧 結果這社工說什麼 說因為他磨牙啦 磨牙磨得很厲害 所以最後才會這樣子 各位我們用嘗試去想想 你覺得家屬買單嗎 家屬不買單嘛 但家屬無能為力嘛 直接跟社工講 說我姑且信之 但我跟你講 你這個小孩真的要照顧好 不要這樣子 那社工說 有啦我們很有愛心 這個是什麼 他在掩護這個保姆所作所為 這只有兩種可能嘛 我剛剛講的嘛 但我姑且還相信說 他是因為沒有去視察 所以才配合這樣的演出 但我最後講一點 你說他一開始是有愛心 對 有愛心到從台大法律 就轉台大社工系 對嘛他是台大法律學生 後來他說 你不要去法律我 寧願去社工 因為我想要做社工 那我就問 怎麼會做回這種護航幫兇 而且最令我罰指的是一段 這個家屬有察覺到一樣 說我希望能夠換相關的保姆 他有提出問題 結果你知道那社工回答說什麼 他說為我們的政策關係沒有辦法 所以各位我再講一件事情是什麼 這個悲劇跟這個不幸的案件 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而且家屬也有注意到了 但我必須要講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是你沒有去視察 還是你跟這個保姆恨撐一氣 然後跑去掩蔽他 但我最後回歸到一點 請問不管這個保姆的引介 不管這個社工到底是責任太大 或者是壓力太多 或者是暗量太大 或者是他就是壞蛋 那請問背後到底主導的是誰 都是你俄福聯盟嘛 所以你俄福聯盟沒有把這些事情交代清楚 一昧地推給說 哎呀你是個社工啊 你要自己跟社會大眾負責 你要跟社會大眾交代 少來了 你俄福聯盟才要出來面對嘛 你長期去追蹤所謂的公益信託 這個是不是也是類似 這個是福利單位 這是社福單位 社福單位剛剛講 之前最早之前就2019年 他花了3.7億去買內回東方式 炸鍋是 我給你錢 是要你去補助那些辛苦的人 結果你給我花了700多坪 你需要這麼好的辦公室嗎 當然我也希望你有好的工作環境 可是大家覺得 你的剛剛講到 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比 也扯太多了吧 是保姬哥 我其實從追公益信託的時候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有一種感覺 慈善是門好生意 什麼叫慈善是門好生意 因為像是以財團法人來講 很多人就是因為說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照顧老人 我沒有辦法親自去 所以我會捐錢給什麼單位 我會捐錢給什麼單位 像這個兒福 主要是希望你照顧在兒福這個部分 但現在情況來講 很多人以這個名義來進來了很多錢 可是他竟沒有把這個錢用到真正需要幫助 因為我們財團法人的法規是這樣 如果是5000萬以下就是營收進來的話 你至少規定就是你要做六成的公益 你這個錢不拿去做公益的話 你要被面臨到磕稅的問題 如果移收超過一億的話 你至少要做到八成的公益 你不拿去把這個八成的成員拿去做公益的話 你是要繳稅的 結果你就會發現那不對啊 為什麼他可以只做45% 那是不是有繳稅 他又沒有繳稅 為什麼他又沒有繳稅 因為有一個後門條款 什麼叫後門條款 你只要結餘經費保留計畫 什麼意思呢 我這一筆錢要留著 因為你也知道我們這種是募款單位 不一定每一年都有這麼多錢出來 所以我有時候要預留啊 我可能第二年第三年沒有那麼多錢進來的話 我這一筆錢可以變成是我未來因應要用的啊 問題就出在這裡 他很多預留錢越流越多 他變成是一個漏洞 變成是他錢進來了 可是他可以每一年至少50%留著 而且不繳稅 你哪有說你今天做一個福利單位 你錢只進不出的 寶基哥我跟你講 我剛剛把所有的一些 他們每一年公佈登記在司法院的財產的申報的 調出來 我少了一遍 我光從2009年看 2009年的他的資產 當時在司法院登記的是1.1億 2010年就來到了2.7億 2011年來到了4.3億 2013年來到了4.9億 2014年來到了6億 從2009年的1.1億到2014年來到6億 翻了五六倍 這太好賺了吧 然後呢 這個第三任就是從2021年開始 董事長變成現在林志佳 那他現在公告上的也有一個貓擬 他你看他上面的財產公告 是10.6億對不對 但是根據內政部另外一個相關的資料 他的總個資產來到45億 那我們現在 因為我以前在跑公益侵託的時候 會面臨到他這個財產的總額數字 跟他的資產會產生一個 比較大幅的落差的情況 因為我沒有把他整份的一個財報 全部的review過一遍 但顯然我覺得他資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進來的錢很多 但是為什麼你每年的慈善的支出比 竟然不到五成 錢明顯跟其他比起來是偏低的 第二件事情 那這個財產 這個這麼巨幅的變化的情況之下 那個錢是怎麼用的 那現在所謂的有45億的資產 是在哪裡 是屬於動產嗎 是不動產嗎 還是是股票 這個部分其實可能要說明清楚 董事長我都沒有想到 慈善真的是一門好生意 因為從這個過程裡面 我都覺得這個俄福聯盟 有很大的問題 你去做轉介的 這個人是你選擇的 你怎麼選的 選完以後你怎麼輔導的 你後面怎麼探視的 這中間一定有很多漏洞 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我再去查的財報 它也太誇張了吧 我覺得財報的誇張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的背後 因為主管機關可以繼續追查 但是這個財報層 大幅度的成長到數十億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但我要講得說 這裡面有兩個部分要思考的 應該董事長叫林志佳 林志佳我也認識他 但是他基本上是一個 他是個政治人物 為什麼這種機構 一定要當政治人物來當負責人 為什麼不會有專業人士 好像彭業員是專業人士 幹一幹不幹 這就是換了別人幹 另外一個王玉銘本身 聽說也是當過這個的 這個機構的這個執行長 那今天他也開始講話了 講了一堆他的理由 但是就是說這些跟政治 為什麼要扯上關係 那基本上是一個慈善機構 他是一個專業很重要 對不對 然後這個慈善很重要 因為你是用善款來做善事 來補充我們這個 政府的人力是不足的地方 現在搞的小孩子 現在命上黃泉 而且這個是多淒慘的事情 這個小孩子的父親跑路 媽媽坐牢 外婆沒有能力撫養他 都已經放棄了撫養權 然後交給他 政府委託兒福 去做相關的處置 處置的結果 聽說最後還是藏儀社發現 才報案的 這個太離譜了吧 那是藏儀社看得太慘了 才報出來 台灣變成什麼樣一個社會 不是陸有凍死骨嗎 對不對 台灣變成一個人間煉獄的社會 那這種社會事情居然 在我們這種號稱 善良的國度的台灣 雷居然發生在 今天在發生在這種事情 而且你看到沒有 這種都是跟著 這非常底層的 然後非常悲哀的一些家庭 破碎的家庭 然後底層的階級 這個在階級上來講的話 有沒有其他的可以說 可以去做會反省的空間呢 所以我們這個政府 才是真正要去追蹤 這整個事情的結構性的問題 玉鳳 我們的國民法官 這是上路了 上路以後做了第一個判決 這個第一個判決 針對一個商人犯 判處了無期徒刑 為什麼這個判決 他等於說有點震驚了法界 因為按照我們現在 我們的整個法界的 這個所謂的慣例 我們現在的法官的判決 你說以前這樣的案例 判個十年就不得了了 而且本來律師團要拼五年 對五年就算了 可是沒有想到 當一般的人民 一般的老百姓 進到了這個法庭裡面 當了國民法官之後 看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無期徒刑 對 其實在過去來講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你殺人長命 或者你一命換一命 這是比較過去的一個想法 但是台灣現在來講 很多的法官他都是出了校門 就進了衙門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的法律跟我們的認知 好像越差越遠 所以今天古兵法官的 第一個審理案件 第一個宣判 他一個殺人案件 宣判無期徒刑的話 造成法界的一個震撼 原來我們再來講 是有機會判到無期徒刑的 我們再來講 這是發生什麼一個案子 有個男生他去殺了 另外一個男生 結果呢 在訴訟的時候呢 他又丟出了那個免死金牌了 精神障礙 對 精神障礙 精神有方便的一個障礙 所以其實檢察官那個時候 他們求處 具體求處無期徒刑的時候 其實他們沒有想到 法院 法官 國民法官 真的會判出來 判出來無期徒刑 所以在當庭宣判之後呢 檢察官跟被害人的家屬 相擁痛哭 你說檢察官 不可思議到 跟這個被害家屬 抱頭痛哭 對 他們覺得說 沒有想到 真的有機會讓正義得以伸張 而這個辯方律師呢 黃志豪就說呢 精神病患被判到這麼重 是我律師生涯史上首見 因為他們原本是想要拼五年的 他就是把這個殺人幫助什麼 不小心的 然後呢 又有這個障礙 然後呢 他們也有這個自首 所以他們想說最重最重 其實這個嫌犯在獄裡面 他自己說了 看錯説 他自己說了 其實齁 我推估刑度大概是10到15年 刑期的長短要看律師的功力 所以今天來講 這個國民法官來判了一個無期徒刑 我覺得是大快人心 因為我們這幾年來很清楚 我們台灣司法的天秘 已經完全倒向了加害者 我們只在乎加害者的人權 我們只在乎 你只要去幫加害者來辯護 你就是人權律師 你其實是說幫這些加害者 你就算是這個陶田手段非常兇殘 這些律師也會被冠上人權的美名 而且有特定的媒體會幫你吹噓 如果法官你敢去做一個重的判決 廢死聯盟就會出來 很多小朋友覺得出來 很多人就會舉著牌子 你的良心安嗎 搞到誰敢中判 對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來告訴大家說 你覺得這起案件判無期徒刑 會不會太超過 我覺得是剛剛好而已 這個案子是發生什麼事情 一個學校的學弟跟學長 他們在學校之後就認識 然後出了社會之後呢 他們一直在同一間直銷公司工作 結果這個學弟就跟學長告白 說我喜歡你 學長說不好意思 我喜歡的是女神 所以就拒絕了 這樣子也還好吧 沒有想到這個學弟就開始去騷擾他 然後跟蹤他 然後有一次再次跟他告白的時候 這學長就是嚴厲的拒絕 他說你不要再來找我了 一氣之下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去買了兩把牛肉刀 然後去那邊等他一天 等他一天的時候 幸好第一天的時候 他的房東發現說 跟他學長講說 你那個學弟又來找你了 你最近先不要回來 第一天他閃掉了 第二天的時候沒有注意登到了 登到之後他就直接通下殺手 總共13刀 把他活活的給殺死 殺死完之後呢 其實這個學弟非常的聰明 他刀丟在現場 馬上打電話自首 他就說為了拼什麼 我你自首就要減刑啊 結果這一次在走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他的辯護律師也告訴大家說 其實他有精神方面的障礙 再加上他有自首 所以你們應該做什麼事情呢 這是一個不小心的 然後再加上減刑 所以他要拼五年 可是國民法官說 他想拼五年 所以國民法官這一次的審理面 講說一個重點 他要自首 其實並不是真心悔過 他是不得不的 他是為了得到這個減刑 所以他才去自首 他把這東西打岔 然後再加上他的精神障礙的問題 其實國民法官也認為 你這個東西並不是真正的 你當初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都演練過啊 對啊 你先去買兩把 為什麼呢 因為怕會有一些狀況 然後你還去演練過 然後你第一次去登 沒有登到 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的生氣 你在那情況之下 第一次就沒了 你第一次沒有就沒有了嘛 你為什麼第二次來 第二天又來 然後又殺了他 所以這國民法官就認為這樣子的話 應該你是故意的 所以把他重判無期徒刑 因為他是有計畫的殺人 不但是有計畫的殺人 他在看守所裡面 他不是那種 手無伏襲之力的人 他還兇悍 他還要求其他犯人 幫他做一些猥褻的動作 而且他還尿在床庫上面 他也不清理 犯後態度非常的不佳 他連在看守所裡面 都敢去欺負其他的犯人 而且他在看守所裡面 態度非常的囂張 他甚至跟其他的同房社友講說 這個東西 刑期是要看 刑期的長短 要看律師的功力 他自己也有估算 判刑頂多十年到十五年 所以當他被判無期徒刑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法界 我相信他自己也應該嚇到了 不是我覺得那個被害者 爸爸也講 我們一直要講 我一直要教孩子 你要對人家友善 結果我教孩子 對人家友善也錯了嗎 對 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在過去 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人 高舉的這個進步的大旗 所以其實在過去來講 如果是法界的法官 我相信判不出來 因為現在來講 他們就要往歐美來看齊 他們只要是認為說 輕判就是一個進步的代表 我不覺得輕判是跟歐美看齊 是台灣現在有一群人 他逼著我們台灣 非要走這群路 而且這群人本來就是少數 他違逆重班 眾多的意志 對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面來講的話 他們有他們自己升官的一個條件 所以大家為什麼都要往這條路走 那就是因為好升官 對 你不這樣子做的話 你就會被打到另外一派去 就會覺得說你是守舊派 你不是進步派 以後你要升二審 你就沒有機會升 所以大家為了升官 都知道這不是不對的 上有浩子下壁笑淹啊 對 所以大家就往這邊走 這也就是為什麼 今天這個檢察官跟被害人家屬 聽到國民法官的宣判的時候呢 會當庭相擁痛哭 因為這是台灣司法事實上 好久沒有見到的正義 在過去來講的話 只要你拿出免死金牌 甚至來講的話 你都有可能被判到非常輕的一個刑期 所以就可以看到 現在一般的法官跟一般的人民之間 是非價值道德有多大差距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知道說法院的判決跟我們人民的感受 真的是越差越遠 那麼現在這個國民法官來判決無期徒刑之後呢 我希望有機會可以慢慢的 讓法院的一個刑期跟這個人民的感受 可以慢慢接近一點 對 讓大家覺得非常火大 是現在這個國三的歌警案裡面 剛剛講到 不但是這個少女完全沒有任何回憶 還比那個業 甚至剛剛講到 這個少女還po出了很多很多的人頭 對 很多的時候 我有很多的哥哥 你們在找我的話 我就要處理你們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一般我們以前的感覺是說 小朋友總是會犯錯嘛 但怎麼會犯到這麼大的事情 那你這麼大事情犯錯之後 你是不是應該要道歉 應該要悔過 悔過 但沒有 在IG上面直接嗆聲 甚至告訴大家 我又沒有叫說人家 又沒有錯 到底是在點點點什麼 這個東西 這種話 你還敢再講 然後甚至呢 其他的朋友還講說 你們是想怎樣 是我兄弟殺人又怎樣 關你們什麼事 你們不就很可以 很可以 現在出門 還要跟人家嗆賭 而且現在校方每天都還要去探視 這個家這個女學生 而且要請他注意言行 但是你請他注意言行 他這個小孩子怎麼樣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樣子 對 其實我們來看這個個案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他會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他不怕 他以後不會遇到任何任何的一個狀況 來懲罰他的 如果他是成年人 他要現在關在看守所 他關在土城裡面 他敢這麼囂張嗎 他現在就是 就是就是無所謂啊 有事無所謂啊 他就不怕 他就覺得你們拿我沒皮條 所以才敢這樣子發言嘛 那現在的狀況變成怎麼樣 現在的話 就是壞人越來越壞 你真正的好人 你敢發生嗎 另外一個女明星 他就講說 他以前呢 都是跟小朋友講說 如果你看到同學被欺負 你看到同學被霸凌 你該怎麼做 你要挺身而出 因為好人要幫助好人 可是這個狀況 他們做了壞事 他們叫說別人 他們殺了自己的隔壁的同學之後呢 他有受到任何的懲罰嗎 沒有 他沒有 所以這個女明星講說呢 不敢要小孩再為正義挺身而出 不然如果變成那個風紀鼓掌 真的這樣子怎麼辦 仗義直言啦 挺身而出啦 這個時候見義勇為啦 都不可以了 以後都不可以 以後呢 女明星說 以後要幹什麼呢 這個東西以後就是冷漠 以後就是至少門前選 你至少保護你自己的生命 你只要敢多講一句話 會不會下一個死的就是你 因為臺灣是一個舉世滔滔的幸福之地 我們是一個快樂幸福的社會 我們的社會沒有問題的 剛才講的新北國中生 昨天就有一個老師 老師就頗聞說 他在這個COVID-19的期間 這個課其實非常的混亂 很多的學生其實都已經等於說 荒廢一些東西 很多的課業沒有辦法進行 可是這個受害的男學生 他這個非常認真 有正義感而且都如期完成課業 結果我們就發現 所有的文章全部刪掉了 你會發現 這個殺人的加害者 他們還是很囂張的 去表達他們的看法 可是現在感覺上 任何想要幫這個被害者 多說一點話的人 現在全部禁聲了 因為現在來講 你很怕被罰 你很怕被懲罰 所以你現在來講 不敢講他的好話 不敢讓事情的真相出來 甚至有很多的壞 他的同學們 開始帶風向 他講說當天他就是去嗆讀那女學生 後來也是同學慢慢的把新聞的 把這個事情的真相講出來說 他並沒有 他只是要保護自己班上的同學 不要被欺負 不要被霸凌 但是他的下場 死刀死在學校 其他的同學看到以後 會作而敢想 以後自己的爸媽 敢去教自己的小孩嗎 當然不敢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我們的青少年犯罪人口 並沒有說 你先把我的嘴巴污住了 耳朵蓋掉了 什麼都不能講 眼睛污住了 這個社會就變好 沒有變好 因為我們的青少年犯罪人口率 八年攀升了47% 你看乾哥哥們拍的這個是什麼照片 坐在一台C43裡面 然後這個還有夜景的氣氛燈 這就是他們跟外面的幫派過的好生活 所以他們看過外面的事件 回到學校 連老師甩都不甩 他們現在來講 如果真的法律都拿他梅子的話 你覺得他們到底會怕誰 好 是喔 剛剛講的是 現在我們的犯罪人口 不會因為你今天禁止大家談 不可以談 不可以碰 不可以說 什麼東西不可以碰住 你只好敢談 我就要給你重罰 重罰你覺得很重嗎 不是 他會吊銷你的執照 讓大家都謹慎 讓大家都不敢談 有關於任何未成年 不管你是家孩子 不管你是受害者 全部噤聲 在全部噤聲的狀況下 問題有改嗎 沒有 我們的犯罪率 就是直接上升 而且這些犯罪的人 他們是非常囂張的展現 他們現在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對 沒錯 事實上我們目前的法令 越修越鬆的原因 就是希望說 能夠降低青年人犯罪的比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實際的數字是 青少年人口 犯罪人口的比例來說 八年來說 以一百萬 約莫有996人攀升到 1466 生了這個八年 生了47個percent 好 那我們的警政署就說 那是由我們年輕人變 少了這個關係 但是我們的絕對數量是上升的 所以這個問題絕對是不是 警政署他們的解釋 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犯罪率在增加 美國他們也是在 慢慢地把這個犯罪 慢慢地把這個刑者往下降 可是美國不太一樣 你看 美國司法部 每十萬名來說話 這個10到17歲的這個少年的 被逮捕率 近十年來減少了57% 你還減少 對 那英國來說減少了75% 但是反過來台灣是增加 保健 到底原初在什麼地方 我們這幾天不是大家在講說什麼 收書包這件事對不對 但你知道在美國到底可不可以收書包 可以嗎 保健 在美國有些州是可以收書包的 那甚至在有些州 他是直接就這樣子 他就直接在門口弄這個金屬探測器 所以你進去校門的時候 你就要經過一個金屬探測器 他在那邊就已經把你收完了 所以你根本很難 帶這些所謂槍號彈藥進去 你說美國搞到要有金屬探測器 美國是這樣 所以歐美都是類似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知道說 我在讓你青少年的這個所謂行責降低 但是我盡量不要讓你 帶這些東西到校園裡面去 那甚至還有怎樣 之前不是還 那范雲說你也可以收書包 當然你可以收書包 但是你要有兩個家長委員 你要有兩個學生 你要全程見 你搞到大家不能做 美國也是有些州是這樣的 這個法令的時候 他們就在門口裝這個所謂的 這個金屬探測器 那到底台灣需不需要搞到這個 我當然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辦法降低青年人犯罪 或許有可能 還有另外一件事 前一陣子德州 德州就乾脆公布說 學生都不准帶書包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德州是可以合法 擁有槍枝的 那怕你帶槍枝到學校 所以說那你就不用 完全學生都不用 不用背背包 所以人家事實上 我們在講說給學生很大自由的時候 其實美國也面臨到這個問題 但他們有針對我們怎麼讓學生 盡量就不要帶到書包 帶著這些危險物品來到校園裡面 他們有做非常多的防範措施 但是我們只是說 反正你不能夠收 但是沒有配套措施的時候 就會變得相當的危險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就講 像雨萱剛剛講的 你做任何事情要見書又見理 沒有錯 你可以保護學生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也要保護那些一般的善良的學生 對 所以我們可能要加一些所謂 退套措施這樣下去之後 這樣可能會比較完善 另外第二件事是什麼 我們看這幾天的時候 媒體當然都不能夠報 這個施暴者的這個狀況 還有這些他們這個 一個這個男生 一個這個女生的這個相關 我們照片名字什麼都不能夠出來 但是寶傑 他們可以在網路上PO 你看他們就這樣 行凶的這位乾哥 他就說你看他比夜 然後甚至他還PO了非常多的照片 他可以PO 他可以在事後之後 發了非常多的臉書 他可以PO 但是我們不能夠PO 然後他還很囂張的 在那邊這樣子在臉書上面打卡 在臉書上面怎麼樣 真的我們不是說嗎 這個死亡的這個少年 他不是在招魂了嗎 招魂沒多久之後呢 他們的同伙好像隔一天 還在這個校門口那邊叫囂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我才說好像 大家就會感覺到說 沒有保護到這個被害者 反而是保護到這個加害者的 感覺是相當強烈 而且我就每次發生這種事情 就有一個團體就會跑出來 就是廢死聯盟 而且廢死聯盟每次都提油救火 他們完全不能理解 他們對這個社會 他們對他們有多麼厭惡 他們居然邀請了日本 所謂叫做人權律師 我看到這個人權律師 我這麼昏倒 他這個人權律師 幹嘛講 他去幫助一個犯人 這個犯人是去侵害一個屍體 這個律師居然還去講說 他要侵犯這個是遺體 是為了讓他復活 這種鬼話你還可以講 他講這種鬼話的律師 竟然廢死聯盟把他當成神 請到台灣 對我們就講 事實上廢死聯盟就說了 以暴自暴 你看以暴不能夠止暴 然後就說那個 無助於整個讓社會更加的安全 這樣的狀況 那當然他就這樣講 但是我們知道廢死聯盟 曾經邀請過日本的人權律師 叫安田好紅 來到這個台灣來做 來這個演講 演講所謂廢死的 這個相關 然後主張人權至上之類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他在日本曾經有一個 主張辯論一個案子 引起日本社會的 非常輿論華然的這個狀況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有一個18歲的這個犯刑人 他因為未成年嘛 他叫做福田孝星 那他到底做了什麼事呢 他在1999年的時候呢 他進入到這個 楊磚城這個所謂水電工 然後進入所謂死者 這個死者就是這位 本村彌生的這個家裡面 然後他進去裡面來說 企圖信心他 要弄出他的耳鼻口 在弄出他的口鼻之後 沒想到就把他弄死了 那弄死了之後 結果他還是對他的遺體 做出侵犯的動作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因為他有一個女兒 11個月大 站在那邊哭 哭到之後 結果沒想到他就這樣 很冷的把這個女兒 摔到這個地上 然後摔到地上之後 最後把他勒死 然後最後把母女的屍體 都放在這個 放在棉被中間 然後放到這個收納櫃裡面去 那這個案子 當然是非常誇張嘛 丈夫發現到的時候 馬上就這個通報警察 警察也很快就抓到了 這個福田效行 在那福田效行的時候 因為他就找了這個 人權律師 辯護律師來幫他 安田好紅 對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他本來就是很年輕嘛 算是說沒事啊 他認為說 我應該不會判重罪 然後這個安田好紅呢 就跟他說 就主張什麼 因為這個福田欠缺母愛 所以他在僅僅抱著彌生 那抱著彌生之後 不小心把他弄死了 那弄死的時候 侵害對方的原因是因為說 他認為說侵害對方的話 可以讓對方活過來 他連這個話都說得出來 那另外一個 殺死女嬰來說的話 就是因為讓女嬰安靜 所以在女嬰的身上 綁著這個蝴蝶結 然後把他們的屍體 放到這個櫃子裡面 是因為他類似是 哆啦A夢 反正這好像是他的 這個所謂 這個福袋一樣 你知道可以解決任何事 他講這些事 但問題是最後一段時間 他真的原本他會被判 這個比較輕罪的 但是因為呢 後來可能很多 他在獄中 可能跟朋友的一些言行 被揭露出來了 譬如說他揭露什麼 他說說呢 他跟他的育友說 有一隻公狗 某一天在路上 遇到一隻可愛的母狗 就這樣騎上去 這是罪嗎 然後這世界 究竟是由二人獲勝的 七八年之後 等我出獄之後 你們要舉辦盛大的派對 歡迎我啊 結果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 因為他講了這些話之後 後來法官的審判 就截然不同 他最後被判了這個死刑 他被判死刑 他被判死刑的時候 你知道 他的這個所謂牧村養 也就是說 他說這位被害者的這個 這個所謂老公說了一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蠻有意思的 他說死刑的意義在於 讓一個犯了罪犯的人 誠實地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 打從心裡反省自己的悟行 決心向自己剩餘的人生 用來贖罪 並對社會做有意義的奉獻 也就是說他被判死刑 當他面對到說 他可能生命也被剝奪的時候 他或許才會知道說 其實我剝奪人家的生命 是很無價的時候 他才會切身地反省 自己犯下的這個過錯 現在大家關心這件事情 才發現解決到說 現在這些幫派 現在根本 最喜歡找這個魏成年 所以發現 最近這種開槍的 逞兇鬥狠的 最兇狠的 都是魏成年 對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 隨著整個環境的改變 魏成年犯罪在台灣 變成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過度的強調要保護魏成年的結果 有可能會改變台灣 那麼犯罪的形態 讓魏成年人成為這個黑道的 這個相關利用的對象 從這幾年來 我們可以發現 大量的開槍的這個相關的凶險 很多都是魏成年 對 那現在的犯罪跟過去犯罪有什麼不一樣 我舉過去一個例子好了 過去在雲林發生過一個案子 是什麼呢 國中生 國三 跟這次一樣 國三生 兩個起口角 結果通常是找校外的幫派人士進來 進來了以後 在這個教室的外面談判 一言不合刀子拿起來砰 就一刀 結果殺了這個同校的這個人 然後國三生就對了 這是發生在雲林的案子 不過是過去的案子 我的重點是什麼 你可以發現 過去的案子呢 大部分都是校外的幫派分子 進到校園裡面嘛 那麼事實上呢 少年警察隊 少年隊當時就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但你知道就在今年 就在今年那麼高雄 蚵仔寮那附近呢 有個公廟發生的一件事 是什麼呢 一開始警方接到報案說有槍擊案 現來到現場發生三個人中槍 一個廟公 廟公的手中槍 那個腹部中槍 另外兩個男的一個 那麼手掌被子彈貫穿 另外一個直接打到背部 三個人緊急送醫 那警方要查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結果搞了半天 是詐騙集團之間的這個債務 就因為車手收了錢 詐騙集團的時候 認為說有問題嘛 結果嘛 就在這個等於說武廳遇到了以後呢 這個無姓的這個大哥 就直接押走了這個姓蔡的 跟這個等於說姓林的 直接把他帶走 那過程當中這個姓蔡的溜了 那姓林的趁這個機會有偷偷 講說我現在會被帶去哪一個公廟 結果呢 到的時候他是不是有跟人家講說 他可能會被帶去哪個公廟 公廟嘛 我問你 你是他的小弟跟他這一伙的 這個車手這一邊的 你會做什麼事 老人來救啊 老人來救就對了 那對方因為對方也有找人 所以對方沒老人來嘛 兩邊來到這個廟外面了 這個牛仔外面了對不對 然後就要談判嘛 為了260萬的這個糾紛啊 談判了要一下來 兩邊劍拔弩章開始談判 要幹群架的時候 突然間鋸屍拿出來 槍拿出來了 對 就虧行了 就發生了我剛剛講的這個 三個人中彈嘛 我講的重點是什麼 這不是一起槍擊案而已 為什麼呢 結果搞了半天 警方因為發生這麼重大的槍擊案 那警方一定掉月監視器 想辦法去查到底怎麼回事 後來查出來是因為 這個所謂的詐騙集團的內訌 為了一筆260萬 那麼沒有往上交 所以兩邊的內訌 而且他的詐騙集團呢 首腦各賀有名 10多年前帶著200多個小弟呢 騎摩托車參加攻擊 跟警方在馬路上面 飆車抓迷藏就對了 所以來賀賀有名就對了 警方就砰了 就抓了十幾個人 抓了以後 剛剛不是說有開槍嗎 對 開了十幾槍 叮叮叮叮嘛 警方總共查到三把短槍 一把長槍 63發子彈 開槍的人 是兩個未成年的 開槍都是未成年 開槍是兩個未成年的 開槍是兩個只有十六七歲的年輕人 我問你 兩個未成年的年輕人帶三把 有三把短槍還有長槍對不對 真真拚拚才黑白開槍 過去來講 我們有知道翁啟蘭的命案 那是少數幫派所訓練出來的殺手 那麼為什麼這些未成年的開槍 像有什麼一樣 然後呢 還有直接在新北市 直接未成年 直接帶著槍 跑到人家公司裡面 連開二十幾槍 為什麼 他們第一槍哪來的 第二他們為什麼敢這樣開槍 所以當這個等於說 新北市土城四月的時候 發生那個 那個流行少年 直接開了51槍 那個AR15的時候 就會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他們敢這樣做嘛 寶傑你知道嗎 在鍾永和還有一個少年 只有14歲 他跑到警察局裡面來說 他剛剛在鍾永和各開三槍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把警方給嚇了一大跳 14歲的少年跑進來自首說 我剛剛在鍾永和各開三槍了 你知道嗎 14歲 沒有錯 那你就知道 那為什麼 他在開槍要訓練的耶 魏成年為什麼敢這樣做 還記不記得館長的槍擊案 對 他是剛滿18歲 你知道嗎 那姓劉的這個等於說 嫌犯呢 剛滿18歲 還懂得製造斷頂 還懂得故意在館長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健身房裡面 跟館長插身撞到 然後製造說 我跟你有衝突嘛 然後緊接著來 還知道他什麼時候下班出來 然後再上車前戲 開三槍把他給打中嘛 館長陳志漢 為了這個事情 很不諒解這個執政的民進黨嘛 查出來跟竹聯邦有關係 但問題就在於說 他剛滿18歲 那麼大部分的這個 等於說黑道呢 現在都會大量的利用 這些未成年的少年啊 各位還記不記得 是印象中在東區的夜店 曾經發生過什麼 中山聯盟事件 一大堆全部是未成年 一大堆未成年 來到現場以後 砸死打死了一個刑警嘛 真的過去 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現在當然是在台灣啊 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政府在保障這個 所謂的未成年的 相關的這個保護的過程當中 要知道都有人說 我們本來14歲以下行為免罰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應該把它往下壓 為什麼 因為現在隨著科技的進步 有些年輕人 有些少年啊 他們患罪的行為 越來越凶殘 患罪的年齡 越來越下降 好 玉鳳 我們這一講過的 在黑道世界裡面 天道謀是第一個 訓練殺手的 當時有一代虎 二代虎 到哪 到柬埔寨去訓練開交 就現在不用了 現在14歲 15歲 16歲 17歲 對 這些小朋友 衝鋒槍也可以 手槍也可以 都很俐落了嗎 對 大家還記不記得 之前土城盪鋪那51槍 大家看到他打到還換彈匣 從天一天晚上其實就發生一個事情 他們的車在慶城街 在中山北路那個地方 跟人家有糾紛 然後呢修渡之後呢 咋車開醒 咋車開醒 咋咋車開醒 一路從台北市中山區 打到台北市的萬華區 過橋到板橋區 打完之後呢 直接怎麼樣 拿著槍 到派出所投案 我開的 然後在現場等等什麼 幫派請的律師來 律師 對 所以呢 他們完全是一個套好的 第二天被開槍 跟上咋車 馬上叫年輕人卡的卡棒 裡面的衝鋒槍 還記不記得 當下是上班時間 有一個摩托車 哇 沒辦法退啊 在現場就這樣子打起來 然後呢 這個畫面呢 直接突然播到全世界 大家都在看這個東西 他也是一個年輕人 年輕人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他們 有少年事件處理法 他們不用擔心 他們不會見到監所 現在也沒有少年監獄 所以呢 他只要進到矯正的機關 他們沒在怕的 對 然後到學校裡面去 過一趟水之後呢 回來 他們就做什麼事情 他們就變成幫派的大哥 甚至呢 他們在裡面 搞不好還認識新的人脈 所以呢 現在來講 年輕槍手好不好用 以前 你今天大人要去喝酒 你身邊一定要帶一個什麼 帶一個有殺人的一個背景 前科的人當保鏢 因為他在派嘛 現在沒有 你看現在這個大哥有沒有 阿爸出去 大哥坐在後面 然後呢 司機在左前方開車 副駕駛座坐得到誰 未成年的 因為你只要跟我交度 小朋友他也不怕 因為小朋友知道說 反正他不會有前科紀錄 而且很多小朋友在這些 不會有前科 不會有前科紀錄 就像穿過水壺人一樣 所以呢很多的小朋友 其實非常爭取副駕駛的這個位置 他們想要在18歲之前 蓋一天大的 對 集中力量幹大事 然後呢 陽明立彎之後呢 反正去那種矯正學校 一下子就回來 然後以後也沒有前科 但是回來之後呢 等他的是什麼 等他的是B10 等他在Loss Lois 然後呢 他們馬上變大哥 這個就是在幫派 把未成年當成是一個棋子 反正要開槍 要幹嘛就叫他們去 好 後世 剛才講的 現在我們對未成年已經讓他們無所畏懼 本來是要保護他們 可是應該要講的 包括今天開槍 今天殺人的這個少年 包括這個所謂交所的這個少女 他們都覺得反正法律會保護我們 我也不會有任何案件 他們對法律比你還懂 可是現在更可怕的是 明年竟然我們的少年保護法 還要再修正 少年保護法修正以後 以後任何的警察 你要對少年進行搜索 扣押 證據保全 鑑定 通訊監察 你要幹嘛 要得到少年法庭的許可 因為他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去年這個修法 這是明年1月1號上路 居然這修法對少年就變成一個更保護的原則 原本譬如說 他們譬如說像吸毒 或是說像攜帶刀蟹 這些東西 你如果碰到這種狀況 是要送到法院處理 將來不用了 將來直接先去少府會 各縣市的少府會 你們就先去輔導再說 輔導完了再決定要不要送 所以他們這些 原本這些他們 我們講的叫 不是 那我覺得立法院在幹什麼 立法院怎麼越修越鬆呢 這誰在修的 他就是從一個更保護少年的立場 不是 那到底誰在修這些東西的 就這些立委啊 然後他原本 不是哪些立委啊 就 當然就是民進黨 一定是民進黨跟司法院主導的東西嘛 他從原本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剛剛我們講的那些情節 他們以前叫做愚犯 就是你可能會犯罪 現在叫暴險 是你這個少年暴露在 可能犯罪的風險當中 他原本是 原本是加害人 原本是一個可能會加害別人的形容 現在變成說 他自己是暴露在風險當中 不是他的錯 然後呢 剛剛講了 等一下 我小時候也學過公平課 我們知道少年漁犯 少年漁犯就是你有可能犯罪 這些人是要高度注意的 結果現在 你是要暴險 暴險就是你在 你是要被保護的 他是暴露在風險中 所以我沒有把他從風險中解救出來 所以比如說原本這些人 直接就要去送到法院去處理 現在不是 現在少府會你先去輔導 不要送到這邊 再來原本檢察官對於少年的調查 他如果犯罪的調查 他也是一樣發鞠票嘛 對不對 現在沒有 現在要法院決定 你決定的時候才叫檢察官發同行票 你去把他找來 跟他同行一起過來 所以他整個狀況邊 所有東西原本該檢察官發的東西 現在通通到法院發動 在法院發動之前 你所有的事情都被認為說 他們是沒有犯罪 沒有 不留下任何紀錄 他們是一個完全 完全就提高了 對他們的保障 把他們當作是 同樣的 你一方面 當然是對他們保障 可是你不也是讓他們更無所畏懼嗎 我帶刀帶槍 我要幹嘛都無所畏懼啦 比如說他現在的狀況 第一個吧 這一次的修法就把十二歲以下的 通通不用去少年法院 原本原本是要 現在都通通到 通通通通都都到 都到扶寶機關 現在這一次的修法也告訴你說 譬如說你碰到少年的 少年的嫌疑人 你就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用用那種 呃 前置工具說 比如說上手銬啊這些東西 你就全部通通不能用 所以他是往 不可能有任何強制作為 不可以 都通通都不可以有 所以他的狀況就是說 往少年保護更好 然後讓少年更多的輔導 希望透過輔導去做這些東西 問題是你地方的少府會 你有這麼多的能量 有這麼多的人力 可以去處理這些這些 這些原本是警察 原本是檢調才能處理的東西嗎 對 你現在的狀況就是 就是現在心智上路之後 到底會找成什麼樣子 現在大家完全不知道 地方的能量到底出不出來 就你一味的保護 會不會造成說 讓他們更無所畏懼 更往犯罪的那條路上走 好 所以 我越看越害怕 我們來講吧 你做做的賞散罰惡 棒子跟胡蘿蔔 結果我們現在 把棒子都收起來了 其實現在目前網路上面 對這事情是群情激憤 老杰哥 因為你在學校裡面被 這樣子就給殺了十刀 然後喪命了以後 不能討論 然後新北地方法院 還要發公文 警告所有在討論的人 要把人撤下來 照片不可以有 為什麼 因為違反兩個法 第一個是 少年事件處理法83條 另外一個是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69條 他是要保障這些年輕的 小朋友的權益 可是當一個不到18歲的人 一個15歲的加害人 你已經是個殺人現行犯的時候 你來保護他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現在必須大家 開始要檢討這個事情 然後因為再過15天 就要總統大選了 現在網路上面 把這個今天已經有人發起了 1月14號開始要 開始要聯署要下修 就是這個少年事件處理法 要進行討論跟修正 因為如果以現在這樣的狀況來看 我們也看到其他國家的狀況 不是說只要年紀小就沒事 我想一個比較直接的 好像只要年紀小 未成年 他做了錯事做了壞事以後 第一個輕判 第二個姓名不能公布 第三個照片看不到 所以他根本不會留下任何紀錄 他根本也不用去想說 我以後來搬家 換個名字什麼 不用 他無所畏懼啊 對 所以你 而且甚至會因為這個 寶傑哥 甚至因為這個法 少年事件處理法 跟這個兒童保護法 讓很多 這些可能要叫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還是 一時在學校裡面 可能情緒失控等等 那如果幫派的人 利用這些年輕人去犯罪呢 對不對 跑去殺人 跑去開槍 都是一樣保護他們 那這樣的話說實在的 那不是社會的變成一個大漏洞嗎 所以才會大家討論說 我們要把這個法 重新再修正 第二個就是校園 因為校園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校園 已經越來越開放 而且我們也不管教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考試考不到分數 還要 老師還要 對不對 體罰 打一下手心 現在不行 管教不行 學校可能礦課 沒有到學校也不會退學 他可能就幾百年 你可能拿不到畢業證書 所以呢 已經越來越複雜化了 然後呢 老師也不敢管教 教官以前還等於是 以前中教官是權威沒有錯 我們那年代 推出教官 推出教員 可是後來是有想 教官他在學校裡面 前置學生思想跟言行的同時 他也保護了這個學生 跟這個校園裡面 不會被外面的人入侵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一起 通盤的檢討 就是校園到底該怎麼辦 因為絕大部分的學生 到學校去 他是要去上課 他今天有學習上的東西 要幫他來增進 他的學習上面的這個權益 但是絕不可能在學校裡面被捅死嘛 哪一個家長會接受 我就是你知道最近很多 尤其在新北 我小孩現在目前我兩個高中 一個國中 就是這個年紀 很多家長清楚 這幾天有出現 甚至想考慮說 我可是不是請假了 隔隔三天在去學校 因為大家會人心惶惶 大家想說 學校好危險喔 這個學校發生的事情 一開始大家還在想 哪個學校 因為相關規定不能講嘛 可是大家會擔心說 那其他學校呢 既然書包都不能收 抽屜裡面有什麼東西 都不能查 那會不會別人也有 這種危險的東西 這邊蘿蔔刀 那邊蝴蝶刀 那邊彈簧刀 所以呢 大家對於現在校園的問題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蔡總統講 下禮拜要召開六都來談 我覺得要儘速的討論 現在目前哪裡漏洞 趕快把它補起來